一阳千玺金鸡奖 但男主角花落谁家还是未知数 我们默默地为千玺弟弟加油 就算没拿到也是荣誉 也是对他的肯定了 李一峰竞双城跨年 李一峰跨年演唱会还没有定下来 不过竞双城已经确定在腾讯春节当独播了 主要是讲述了娇人苏摩 在百年之前被人赶出仙界 再经过自己的努力 修炼成为了强大的傀儡师 赵丽颖两部新剧宣传 今年赵丽颖可谓是好事连连 《谁是凶手》即将在12月5号上映 大家都很期待 明年开年 大戏幸福到万家也是被寄予厚望 大家都很期待丽颖再出出圈作品 机身抗剧大花名裂 据悉 丽颖为这两部剧下了很大的功夫 是要冲奖的 目前来说 主要精力会放在《谁是凶手》的宣传上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哦 这下个小绿子要是凶手的宣传上 又是凶手的宣传不远 对了 但这下路是凶手的宣传不可